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903集 一间就够了 这 上贵的 小二看着轻易客观的背影脸色沙白沙白 哪怕见了鬼也不至于露出这么惊恐的表情 因为鬼从没见过 而今天呢 他看见一个一口闷了小半斤披霜的疯子 快快快 快去请金正馆的大夫 掌柜的尖叫 他旋即哑然 不对 不对 快抓住他催吐 两人奔出铺子 左顾右盼 发现那位轻易客人已经消失在漫漫的人流里 不醉居 雍州城最好的酒楼之一 唐食 人均消费半钱银子 雅家 人均消费两千银子 若是住店上好的厢房 一碗三千银子 慕南枝和许其安慢悠悠的走了许久 沿途又找人问了几次路 总算是抵达居酒楼外 门口迎来送往的店小二 见两人向酒楼靠拢 立刻会议的上前点头哈腰 客官 打尖还是住店啊 住店 许倩把马将递给店小二摘下水囊 倒出混合霹霜的白灼之水 轻轻抹在马鞍上 过程中 他的手掌变成了青黑色 抹完 抬起手 掌心血肉恢复如初 毒蛊的能力 结合周围的环境和材料 制造出特殊的毒素 许其安利用皮霜 制造出一种慢性毒药涂抹在马鞍上 只要有人敢骑小木马 凝固在马鞍上的毒素 就会随着体温慢慢蒸发 穿透裤子渗透皮肤 再从皮肤渗透血管 最多一刻钟就会死亡 神仙难救 店小二知识有限 看不透其中玄机 仅是茫然一下 而后就看见 轻衣客观 抛来一粒碎银 我这匹马 要喂精丝料 豆子 麦子 玉米 盐巴 鸡蛋 蜂浆 这些东西缺一不可 待会我会来检查 你若敢偷工减料 老子剥了你的皮 许其安身上的杀气和力气 丝毫不缺 横眉立木时 极具压破力 店小二捏着 分量十足的碎银 又惊喜又害怕 客官放心 放心 小的一定把您的爱马 照顾好 当即牵着马 去了后院 走江湖 就是要有江湖气 在外头装出一幅 温良 恭俭让 只会让人觉得你是肥羊 谁来都会宰你一刀的 许其安笑着 向大凤第一美人解释 江湖和庙堂是不同的世界 在京城 应该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处处讲究情面和资历 但江湖不同 江湖鱼龙混杂 少年义气 时而还要刀光剑影 就得表现出凶寒利器 这样能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进去了九楼大堂 许其安带着木南枝走向柜台 沿途听见不远处的时刻谈论 我听说 有人在城外南边三十里的荒山连 发现一座大墓 进去十几人再也没出来 听说公孙世家的人也派人下过墓 全折损在里头了 现在外途都在传 里面有罕见的大宝贝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凶险呢 这是公孙家故意放出来的谣言吧 是不是想让江湖散人去当马前卒啊 哎 并不是 越危险的墓宝贝越多 要是只有几个歪瓜裂枣的陪葬片 谁会花大心血射机关呢 有道理啊 公孙世家最近在雍州城 广招豪杰 最好是精通风水机关的能人一世 可惜我只是个武夫 实力有限 不然也去掺和掺和 慕南枝听得脸色微扁 许清安皱了皱眉 雍州城外的地宫被发现了 啊 当初神书和古诗交手闹的动静挺大的 那片山外出现一定程度的坍塌 事后引来好事者探索属于正常 以神书的位格短短半年而已 古诗应该还没有脱困 希望没有脱困啊 不然我这趟来雍州就白费了 他一边想着 一边走向柜台 开两间上好的厢房 紧邻的 旁边的慕南枝连忙说道 不 不开两间 一间就够了 他声音越来越小 有些窘迫的低下头 他怂了 许清安看了眼王妃 对于和大凤第一美人同房这件事 他并不欣喜 反而皱了皱眉头 首先 擒鼓的副作用 会让宿主时刻有着繁衍后代的冲动 许清安怕控制不住自己 其次呢 暗鼓的副作用 是宿主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 且每天必须有两个时辰不被人发现的私人空间 王妃的灵运要到三品巅峰才能采摘 鼓虫的副作用无法满足 会影响七绝股的发育 从而影响我的修为 嗯 果然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于是 问掌柜要了一间价格高达一两银子的上好厢房 掌柜收了银两 热络殷勤的姿态成倍增加 亲自领着两位贵客上楼 房间在走廊尽头 推窗可以看见主干道热闹的景象 慕南芝很喜欢 许清安却只觉得吵闹 不愧是雍州城最昂贵的酒楼之一 不愧是酒楼撑脸面的厢房 书案是荒花梨木质 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慕南芝进了房间 便四处张望 审视着嘖嘖开口 挂的都是名画 不过全是赝品 没有一幅是真迹 其中有一幅酒楼焚香祭的真品 就在镇北王府挂在他的书房里 这块端艳不错 他又走到书岸边 把玩着一方青花端艳 艳台的青花纹路如墨汁蕴染 慕南芝遗憾人说道 质地惊喜却不够润 上品但称不上极品 他在润 有你润吗 许前在心里吐槽 他把房间里的摆设 笔墨纸 咽古董 字画家具等等 逐一点评过去 掌柜的目瞪口呆直呼内行 姑娘 您真是行家呀 一下子就收起了心里的些许轻视 这对相貌平平的男女应该是出身贵胄大族 非中名鼎时养不出这等品位和演技 全城听天书一般的许七安把掌柜拉到桌边 讨扰掌柜片刻 客气客气 掌柜的态度变得极好 方才听堂内有人说南边深山发现大墓 掌柜的汉手 是有这么回事 也不知真假 据说死了许多人 那片山啊 现在被公孙世家给占了 许前喝了口茶 公孙世家 张柜答 这雍州城有哪些上的台面的江湖市里 虽然来过一次雍州 但对于当地帮派的情况 他确实不太清楚 在打更人眼里 也就建州武林盟这样的大势力可以入眼 其余的都是垃圾 当然 这并不能说明江湖帮派势力不强 只是打更人毕竟隶属于朝廷 对江湖帮派有着天生的优越感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